记者钟鸿良台北报道,市长可文哲上任三年对违剑大刀阔斧,曾发好语说违剑是国家耻辱,非文明国家该出现的现象,去年底也要见管处把议员协调三次以上送到市长是裁决,近期甚至考虑上网公告议员违剑案的资讯。 但经查,最近几届市长任内拆除违剑中,陈水扁查报约四万两千件,拆除三万件最多,马英九,郝龙斌每届查报,拆除约两万件上下,唯有可文哲至今仅有查报一万四千件,拆除一万两千件,成绩竞培莫作。 建管处解释,柯文哲任内查报件数,处理件数较少是因为拿其他市长四年与柯三年做比较,不过若计算每年平均查报件数,处理件数,柯任内年均查报件数约4848件,年均处理件数4010件,同样低于前几任市长。 根据建管处统计,陈水扁任内查报约四,两万件为件,处理件数为三万件,魏力任市长查报,处理的双冠王,马英九第二届时,为件处理执行率达110%,百分之一。 建管处说明,当年是应配合防火向即位公屋管专案,处理后向违件,所以执行率暴增。 建管处解释,查报件数是指经民众举报,违件查报对所列管的违件。 处理件数是指自行改善或建管处介入拆除的违件数量,因此也可能包括前一届所查报的案件。 而执行率则是指,该任市长在任内查报且处理的违件,表示北市违件总量有减少。 也透露民众对科市府拆违件有信心,通报件数叫其他市长多,但许多违件都已被列管,所以不散入通报案件。 市政府发言人刘一廷表示,市长上任后对于违件这处理态度始终没有改变,不管是226专案或市县正要执行的208专案,都秉持一切依法执行的态度。 虽查报件数上有差异,但违件处理执行率和过去几位市长相比并无不同,显见新违件案件数应有下降趋势。 兜发局长林周明也说,北市违件状况已大幅度改善,台北市每年违件拆除绩效评比都是各县市中的第一名,相信市民在柜子坑去。 岳部、三二航管等案都有目共睹,他也说北市府也规定104年9月1日起,新建筑都需由建筑师开设无违件证明杜绝新违件的产生,认为违件总数下降是好现象。 相较查报数处理数当然要其他市长低,也说违件执行率有82%,71%表示建管绩效更好。